消防人員不斷出動救火 但火勢猛烈並一直蔓延 在新南威爾士州140多處火頭 其中有30處火勢仍未受控 不至少3萬公頃林木被燒毀 大火波及民居及設施 當局出動直升機由高空灌水救災 州政府宣布進入災難狀態 澳洲東南部持續高溫乾燥加上大風 導致山火一發不可收拾 氣象部門說澳洲今年夏季氣溫 創下80年來的新紀錄 全國平均超過攝氏40度 預測下星期部分地區會進一步上升至54度 當局發布全面禁火令 所有的郊野公園都要關閉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葉帆報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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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